张敦涵 张敦涵啊 你知道他从头到尾 他都不愿意调查证物 他唯一松动的就是说 他2015年的那个毕业证书 他同意当庭勘验 什么叫当庭勘验呢 就借你看一下 还要收回 按照伦敦大学的校规 一辈子只能申请补发一次 你现在2015年的 已经是补发两次 蔡英文在2010年 他曾经为了进选新北市市长 曾经就申请补发了一次 到了2015年又再申请补发一次 根本跟违反校方的规定 是不可能的 再加上我也提到 陈水扁前总统提到 这一个证书根本是瞧出来的 所以我当庭就要求说 那我们是不是传陈水扁总统 出庭作证 所有的媒体都很关心的 就是张敦涵啊 你知道他从头到尾 他都不愿意这个调查证物 他唯一松动的就是说 他2015年的那个毕业证书 他同意当庭开宴 什么叫当庭开宴呢 就借你看一下 还要收回 对不对 让你看一下 你是唯一的一个在场亲眼去看 去碰到这个证书的人吗 除了我以外 当然 三位法官我认为他们都看了 他有传上去给他们 是不是 他把这个 他一共交了三份东西给李小分審判长 第一份就是所谓的2015年的博士学位证书的正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记不记得还有一个证明书来证明 是由陈基丹办公室发出来的证明书 对 那第三个就是一个信封套 那个信封套说是 据张敦涵这边的律师说 信封套是用来装这个证书跟这个证明书用的 而且证明书有两张 我当庭也有提出说 为什么他发的证明书要一模一样 完全相同的两张 证明书发一张就理论上就够了 为什么要发两张 还有证明书理论上根本不需要发才对啊 我们今天有博士学位证书 还需要另外一个证明书来证明吗 我觉得没道理啊 对不对 我说这个证明书本来根本不存在 要存在也只能是一张 怎么现在跑出两张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 对方是没答复了 对方是没答复 另外这个信封我就讲嘛 我跟你李盛华两个看了半天就发现 第一个没有收信人的姓名 照理说你这个东西要寄给 寄给这个蔡英文 要有蔡英文的收信人 就是叫收信的就是蔡英文啊 第二个没有收信人的地址 第三个没有邮票 你照理寄信是不是要贴邮票 什么都没有 我说这个这个根本不是寄到台湾来的嘛 一定是当我说就是因为他瞧嘛 瞧出来的所以当场就交给了这个拜托他瞧的人嘛 所以才会没收见人 没收见地址 然后没有邮票 什么都没有 然后甚至看起来 这个到底有没有曾经把这些东西塞在里面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也主张说 我无从证明啊 这两这个证书跟证明书 跟这一个信封套之间的关联性何在 何在我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无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证书跟证明书就是从 曾经进入过这个信封袋里面 再从信封袋里面拿出来的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证明 因为你的信封是开口的 对不对 你是开口的 表示你拿出来过了嘛 拿出来过的 那我怎么知道你拿出来过的 真的是这两张吗 不是别张吗 不是别的东西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这是有关信封的这个部分 那最值得争议的就是 我特别非常仔细看 看这个证书 因为我在开庭之前我就说过 我也跟法官讲 证书有六个表征 第一个表征是 正中间有一个 仁敦大学的校飞 第二个 他是有浮水印 第三个 他有仁敦大学的钢印 第四个 他是彩色的 不是黑白的 对 第五个 他的背面有六位数字的 阿拉伯数字的编号 第六个 他有双千名 对 那我看了 仔细看了以后 他的确是彩色的 但是那一年度的彩色 是不是都是相同的彩色 照理说 应该是 那一个年度应该都是同一个彩色 但是现在我们无从找到那一年度的真正的 真正的这个证书 那真正的证书的彩色 跟他六号所提出来的彩色 是不是一个颜色 说真的 我现在不知道 这个可能 有没有办法找到 1983到84年间 这个拿到伦敦大学 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证书的 真正的其他同学的 嗯 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彩色 是不是同一个彩色 照理说伦敦大学不太可能 说 发给大家的证书是不同颜色的 大概不至于 但是他说 他那个是补发的 对不对 他那个是补发的 嗯 他那是补发的 没错 那还有就是 六位数字 确实有哦 但是 这个数字 就真的是 蔡英文的数字 还是别人的数字 还是 啊 虚构的一个数字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六位数字啊 我们不晓得 不像这个论文啊 编号 他是按照流水顺序 第一号 就是一 他等于第一届的毕业生 是论文一 对不对 然后论文二 论文三到几十年下来 有点像我们师大附中的班级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的班级数 这样子顺序留下来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这是论文的部分 比较没有问题 他是按照逐年增加 啊 可是 这一个 证书 的六位 六位数字的 是不是 逐年增加的 我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看起来那六位数字 第一个数字好像是 已经是九了 好像 嗯 对不对 啊 那 看起来不像是 从一号 到 九十几万号 因为六位数字得一个 十百千万 十万嘛 变成九十几万号 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在 虽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有将近七十万的 嗯 这个 博士 毕业的 同学 这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能嘛 对不对 嗯 不可能 说你今天就算一百多年 每年有个百来的毕业生 你 你也不会加起来 啊 加起来说 有七十万的博士生 我相信不可能 所以那个数字绝对不是按照流水编号 不是按照 他一定按照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则 所以我当时我就说 这个编号 其实 我请停上 發函去问伦敦大学 啊 那 这个九位 这个六位数字的 第一个数字开头九的 这个 这个编号 到底是谁的 哪位学生的编号 要请伦敦大学自己说明 那另外第六个就是讲到双签名 啊 这个博士证书上面 有两个人签名 一个人是伦敦大学的 就是 啊 呃 在美国 Vice Chancellor 是翻译成副校长 在英国 Vice Chancellor 是翻译成 执行校长 或者校长 啊 因为在英国 伦敦大学 他们的校长 其实都是女皇 或者是公主 在当这个校长 其实是一个 呃 虚伪的 一个一个啊 所以真正 真正操作学校的 那个叫做Vice Chancellor 啊 有Vice Chancellor的签名 在我们面对着 证书的 右下方 是 伦敦大学 Vice Chancellor 校长的签名 而在 左下方 是伦敦政经学 Vice Chancellor 院长的签名 可是 今天 他们拿出来的是 啊 是 啊 只有 校长的签名 没有 院长的签名 所以 我就质疑说 哎 照理 应该双签名 你这边只有 一个签名 表示 这个证书是有问题的 嗯 啊 我说 这六点的表征 啊 有一点是不符合 有一点代查 就是那个六位数字 我说还有第七点 啊 第七点就是 你不管怎么样 补发证书 你的证书内的文字表现 不会跟第一次的不同 假设真的有1984年的证书掉了 你今天要补发证书 你面的文字 应该完全一样 不可能是不同的文字 可是 2015年的 跟1984年的 文字表达是完全不同的 嗯 这是有问题的 这是第七 第八 就是 按照伦敦大学的 校规 他们的规则是 好像11点1条吧 对啊 就是 你只能申请 一辈子只能申请补发一次 嗯 你现在2015年的 已经是补发两次了 嗯 对不对 因为 啊 蔡英文在竞选 新北市 2010年啊 他曾经为了竞选新北市市长 曾经就申请补发了一次 嗯 啊 然后到了2015年又再 啊 照他的说法是 又再申请补发一次 嗯 啊 那这个是 根本跟 违反校方的规定 是不可能的 对 那再加上我也提到 啊 陈水扁前总统提到 这一个证书根本是 瞧出来的 所以我当庭就要求说 那我们是不是传承水扁总统 啊 出庭作证 啊 这是 那一天大概针对这三个 刊宴的情形 嗯 法官那天的 态度 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的专业 我想你是他的学长的 中的学长吧 啊 我太知识了 跟他们来讲 看这个年轻的法官 他大概才四十岁左右 是不是四十多吧 大概四十几岁吧 大概 大概 戴口罩啊 四十岁跟八十岁很难分啊 很难分 现在因为戴着口罩的话 就很难分 嗯 对好那你 你从 你从态度上来看 还有从专业上来看 你去观察他的心证 你觉得呢 我觉得 他听我们讲完以后啊 他 基本上啊 可说完全放弃了 呃 要在 啊 这个 就是 呃 想要在当庭 结案的可能性 都不存在 因为 哦 我想起来了 当时就是 因为我 追加了以后 啊 讲了我的道理 因为对方 不同意我的追加嘛 那我就说明 为什么要追加 以及在法律上 我是可以追加 嗯 那法官听了以后 就要 改旗 那么在改旗的时候 对方的律师就说 啊 准备要结案啊 准备要退庭了 对方的律师 哎 我们今天有带来那 那个 那个要勘验的东西 啊 所以就勘验了 从勘验的过程中 我可以感觉到 呃 三位法官是 对我们所提出质疑的 啊 啊 他们是听进去了 啊 但是 他们会不会照着我的意见 啊 跟这个李正华的意见 一个是 要传 陈水扁出镜 作证 啊 呃 一个是 会不会向 伦敦大学去查 啊 嗯 这个证书是不是需要双签名 嗯 是不是 这六位数字到底是 哪一个人的签名 啊 哪一个人的数字 不知道 啊 不知道 是哪个人的数字 所以 李正华律师还提到说 这个 这个证书一定是假的 啊 我可以到市面上啊 透过网路就可以买到一个 啊 一样的证书 啊 嗯 我知道网路上确实有在卖 这个 有关的这些证书 啊 只是 你愿不愿意买而已 我相信有很多人 可能根本不愿意买 但是 也许有人 啊 愿意买我不知道啦 啊 但是 呃 所以 我们可能会在下一次 啊 要提出一个 啊 买来的证书看看 能不能 告诉法官 让法官相信说 对方所提的 其实在网路上就买得到 嗯 啊 好 那这个你看一下法官 他在这个 问案的过程当中 有 遵守 法官的 中立原则 或对 这个原告被告有利不利 他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 感觉吗 我听说他 他 你们一开始都陈述非常的长 对不对 听到他有点 打瞌睡 哈哈 然后 我们大概 两个 因为 因为 当初 字数状是 李正华律师写的 所以我 我 我 我请李正华说 你先 你先陈述你的 这个 字数状的 字数药子的部分 他大概 有讲了十来分钟 可能有啊 然后呢 接着是由我来讲追加的部分 我追加的一个是张敦涵的 罪名 就是 刑法 216条 刑死 213条的 公务员登在 公文书不实罪的部分 嗯 那第二个就是 当天追加有关 加一个被告的 一个是 我 我做了两次追加 第一个追加是针对 张敦涵的罪名 加了一个罪名 也因为我加了这个罪名 他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 嗯 法官 本来 根本不想开准备庭 对 啊 为了我追加这个 他不得不加了一个 11月15号的准备庭 因为他本来上任以后啊 就直接定了审判庭 12月6号 中间根本不打算做任何的准备庭 嗯 因为我的追加张敦涵多了一个 七年以下的罪 这个罪加进去以后啊 就必须要由何议庭处理 要三个法官一起来处理 对 原来的案子啊 李政华律师告的追追这个 制诉的时候啊 是300 刑法309条的公然侮辱罪 嗯 跟310条的加重毁谤罪 这两个罪的罪重徒刑啊 是两年以下啊 是检疫案件呢 可以由独任法官来审判 所以 在我追加之前 一直都是独任法官 不管是从最早的卓玉贤 到第二任的 那个叫什么 蔡宇玄 蔡宇玄 到第三任的现在这个李小芬 原来都是他们一个法官 对 我追加了以后 他不得不 变成三个法官合议庭 所以 我花了蛮长的时间 在讲追加 张敦涵 刑法 这个公务员登在不时的部分 那也花了比较少的时间 追加了这个 公共事务室主任的 加了一个被告的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两个大概 应该用了差不多有30分钟 OK 光在制述的陈述 大概30分钟 因为我们很专注在自己的这个论述上 而且说真的 我们面对的是对方的律师 嗯 不是面对的法官 所以法官有没有打瞌睡 有没有闭眼睛 我基本上没注意到 可是 旁听席是面对着法官的 对 所以旁听席啊 看到法官 如果法官有打瞌睡 闭眼睛什么之类的 旁听席看的最清楚 有没有给我时间 9点42分 9点42 对 就是你们开始讲 差不多十几分钟的时候 他开始闭眼睛 那9点42的时候 应该还是 李政华律师在 在讲智述药指的时候 9点42 还没轮到我那个时候 嗯 我听说他 你们讲到要加告的时候 他眼睛就亮了 他醒了 这是 那我就不知道 因为说真的 因为说真的 现在的 现在的法庭 因为疫情的关系 加了 前面加了一些 一些那个隔板啊 会让我们更不容易 看到法官的脸 现在 我真的 我不太注意到 法官的脸部表情 OK 当然一个是位置上 我们正对的位置 是跟被告 跟被告的辩护律师 是正对面的 法官是在我们的 这个右手边的 嗯 再加上呢 不论是法官也有隔板 我们也有隔板 虽然这个隔板 看起来是透明的 可是 就 增加了我们 可以看到法官 再加上 呃 再加上 应该也有戴口罩 所以就更不容易 看出他的表情态度 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 有没有闭眼 我想 庞清席看得最清楚